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阅读《朝鲜网销史录》 当然是STUF精神 大家好 我是江志恩 大家好 我是张元廷 这边网页是韩国的国史编长委员会提供的《朝鲜网销史录》的资料 感兴趣的同学我建议随时进去看看有什么样的资料 先讲一下上周我提出的问题 朝鲜时代大概有500年的历史 在朝鲜历史上的朝鲜时代儒哲他们选择哪一个人 一个是曾孟周他朝鲜王朝开床之前死亡的曾道传 他在朝鲜王朝建立上贡献非常大的这两个人当中 朝鲜的儒哲选哪一个人来崇敬? 曾孟周还是曾道传? 先请袁廷助教那你的意见呢? 曾孟周在历史上比较受朝鲜奴者所存信 那因为除了他被推崇为工方理学之主外 他所这个斯大夫所中的气节 也有所谓的忠诚不适恶主这个观念 哦是 就是所以让朝鲜奴者所推崇 那也就被尊称为所谓的道统之主 嗯那这样子的好像他们崇敬的曾孟周 那曾道传好像是被抛弃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上课的时候再确认一下 他们朝鲜时代的儒哲对这两位的想法又如何 在这里还有一个人物名字叫做吉在 先看一下他的生存年代 1392年朝鲜开创的时候 他已经在这个社会上活跃的人物 而后来朝鲜时代 朝鲜的儒哲他们 其在跟曾孟周 并称为朝鲜道统之主的那种人物 但是他像曾孟周一样 为了高丽草这是服务的人 所以他替吴王 吴王是高丽草后期的末期的国王 为了吴王补上三年 我们根据高丽时的内容 发现吉在跟李方元有交集 所以李方元曾经叫他来 在朝鲜朝廷担任高官 但是他上述拒绝说忠诚不是二军的道理 然后以后回去他的故乡 以后致力于交易的人物 那么朝鲜时代的儒哲 对他跟曾孟周提出什么样的意见 我们等一下在朝鲜朝廷担实录的记载里面确认 今天大概讲一个重点 就是创业时代跟守城时代的差异 创业时代是开创新的时代吗 这里的时候需要的作业就是奠定新时代的基础 然后守城时代保持已经完成的事业 这样子的时代 所以创业时代的话 朝鲜开创的时候就可以叫做创业时代 那开创以后逐渐稳定下来的那种时代就是守城时代 那么守城时代到了守城时代 朝鲜的王朝这个朝廷的王家跟朝廷的高官 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 我在这里提出应该他们在这里到守城时代 开始思考我们应该需要另一种典范的人物 来支撑这个新的王朝 有这种想法的 所以先看一下朝鲜王朝 宗孟宗那么激励反对宗王朝的开创 但是朝鲜王朝对这个宗孟宗 回复他的名誉 什么时候开始呢 太宗十路太宗一年的时候有有关这种记录 太宗一年1401年的话 就是朝鲜开创以后 经过几年的时间呢 8年 朝鲜开创是几年 1392 1392 所以不到十年的时候 他们开始思考 把张孟宗应该把他的名秘要恢复 所以我们今天要阅读的内容是 就是当时的参战 蒙王朝府市的全境 对太宗提出的建议书 他在这里建议说一定要表彰 宗孟宗和吉在等 对高丽朝府屋的有些忠诚 内容如此 先请袁廷助教一边念一边解释一下 自古有国家者必包解义之事 所以不万事之刚常也 亡者亦举创业之时 人之复我者赏之 不复者醉之 互其一夜 所以这个是我刚刚讲的 创业的时间 他们要做的是 要分别两种集团 他们要对复我者要怎么做 就是要奖赏他们 那不复我者呢 就是要惩罚他们 对 但是已经大业完成的时候 要怎么做 大业需要守城的时候 必须要对前代尽忠之城 来追证的工作 然后这边念一下 即大业既定守城之时 则必赏尽且前代之城 亡者追赠存者征用 亦家生赏以利后世人臣之结 此古今之通义也 对 所以守城时期 他们要前代之城 前代的话 就是高丽朝时代 所以他们拒绝在这个朝代 当官的那种人物 也要照顾他们 已经死亡的 然后还活着的 还健在的 两个不同的 那已经死亡的人 要给他官职 然后还在的人 要聘用他这样子 为了什么而做呢 这个要现在 新的典范 要打造出来 新的典范 然后 这个要给 当时的 司大夫 他们看 这个就是 你们要这样做的 为了朝鲜王朝 要这样做 然后 他在这里推荐 的人物 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物 我们再看一下 切剑前朝 世宗正梦中 本已寒奴 专蒙太上王 剑拔之恩 以致大败 其心其不欲后报于太上 且以财士之名 其不知天命人心之所归 其不知王室为王之事 其不知其身之不保 难由专心所事 不二其操 以致允命 是所谓 林大杰 而不可夺者也 所以在这里 他先提起 周梦中 周梦中 本来 没有当高官的那种人 寒鲁 但是 他跟太上王 太上王是谁 李承贵 李承贵 就是太祖嘛 李承贵 还没当朝鲜朝国王的时候 他们有交往的 因为他得到李承贵的推荐 所以后来他当过官 然后对高丽朝的贡献也蛮大的 所以 那我们在这里 他们对周梦中的评价 他应该想要报答李承贵的 有这种情形 然后 有很聪明的 很有知识的一个材质 所以他也知道天命的移动 因为天命已经不在于高丽朝 而在于朝鲜朝 所以他们在这里主张 周梦中已经知道 然后王氏是高丽朝的王姓 所以他也知道王氏 他的同志已经不行 然后也知道 我一直为了高丽朝王氏服务的话 应该有 我没办法保持我的命 也知道了 但是我们他们主张的事中内容当中 我们没办法确认 周梦中真的有这种想法 只是我们在这里确认的是 记录者的主张 所以我再提醒大家 你如果看朝鲜朝出去的记录的时候 他们对高丽朝人物的记载 里面不要相信 这个是百分之一百中梦州的主张 朝鲜朝开创惹怒 他们对中梦州的主张而已 所以他虽然都知道 都知道现在该怎么做 然后现在天命所在哪里 但是他依然坚持 为了高丽朝服务 所以他到这个时期 死亡的 他自己选 为了高丽朝服务 然后选择死亡的 所以这种拥有大杰的人 那在这里也他们 这个高丽朝 这个建议者全建 他在这里为了说服太宗 在这里举个中国的例子 韩通是以前为了厚租的人物 但是他为了周福 然后文天祥也为了南宋 这两个他举个这两个例子 韩通始于周 而宋太祖追赠之 文天祥始于宋 而元氏祖亦追赠之 梦中始于高丽 独不可追赠于今日乎 所以为了高丽朝服务的 这宗梦州也要 我们要醉征他这样子的 说服 另外一位即在 前著书即在 这个在这里也写 因为他高丽朝时代死亡 所以高丽朝的世宗 高丽朝时代的官民 前著书即在 古节之事 殿下在东宫 不忘旧要 且家独孝 怀于上王 受以绝命 在乃至以常侍为朝 不欲成于今日 殿下听还相邻 使遂其志 在之所守 虽约过失正 难在革命之后 尚未救军守劫 能持绝入者 为此一人而已 岂非高是齋 好 那先看一下 他这个 古节之事 本来这里的殿下是谁 应该是太宗 太宗在东宫的时候 他还没登记的时候 因为他们有交往的关系 所以这个殿下 太宗叫他来 因为他们没有忘记 他们以前的要做 所以给他观止的 但是他对这个 国王殿下太宗讲 我想要回去故乡 不想要这个绝命 但是那个时候 太宗的反应 允许他好吧 你回去乡里 做你想要做的 这样子他允许了 所以 但是 这种行为 全境 这篇文章写的 全境的想法就是 这是过中失正 不是很恰当的行为 所以 然后革命以后 革命以后的话 朝奖开成以后 也还 所以 为了救军 救军就是 高丽朝的国王 首决的 然后拒绝绝路 只有这个人 应该不只有这个人 这个一个人吧 但是 这样子的行为者 不是很多的 所以 这个人 应该是 高士 所以 对他要怎么做呢 所以 他们 想要做的重点就是 要把他们来提供 朝鲜朝的 士大夫 这个 解义的典范 所以 已经死亡的重梦州 要给他关职 就是追踪 然后 还活着的这个 急在 要给他绝命 这样子的话 可以 打造 开始打造出来 这个 朝鲜王朝 士大夫的典范 那么 对于这种建议 朝鲜太宗 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应该 不会马上答应的 因为 宗盟州差点 让这个 朝鲜王朝 开张的计划 失败 所以 那个按 这个 时期 杀掉宗盟州的 就是 太宗 太宗怎么会 马上 恢复宗盟州的名誉 所以 太宗 他 经过十个月的思考 以后才接纳 这个建议的 玄境的意义 在于守城的时代 必须要包容 高丽朝 解义的人士 为什么 要鼓励 后世的 城下的解义 所以 后来 太宗 十个月以后 决定了 最终 宗盟州为 领异政府时 然后 尽忠 职守而 适时反对 开创 新王朝 以及 不愿出事者 不愿出事者 就是 即在之类的 适时反对 的 宗盟州之类的 都受到 表扎 所以 朝鲜开创以后 不到 十年 激励反对的 然后 也 反对的 这个 高丽朝人士 都 受到 表彰的 表彰 有很多次 对 这些人物的表彰 那在这里有 几个例子 世中13年 刚刚 全境提出的是 1401年 所以 世中是已经有 而且 十年以后的 有什么样的 内容呢 世中正梦州 首始不变 著书即在 直见不移 上书 请求辞退 在所撰写的 忠诚图理 不但画他们的肖像 而且撰写唱词 嗯 他们 制造 这个 忠诚图 5年 画他们的肖像 也 加 赞词 然后 从中5年 再有 40几年以后 朝人 派人访问 高丽世中 郑梦州 著书及再次后代 然后录用为官 对 因为他们的后代 只有 他们的这个祖先 对高丽朝的 结议 这个原因 来 录用 他们 应该不是 作为 非常高的官职 来录用的 只是象征的 行为 重重13年 还有 40年以后的 前 李朝官员 致继于高丽首门下 市中文中公正梦州之墓 嗯 中梦州之墓 但是他们 自己的时候 特别 把他的高丽时代的首门下 市中官职 来表示 这是李律 他 你不是在朝鲜 王朝 时代的 臣下 你是为了高丽朝 嗯 事实 服务的 那个人物 他们这样子 留意 这个 正梦州 那么 哦 我们在这里 看看 仲道船呢 仲道船什么时候死亡的 1398年 嗯 他朝鲜 朝鲜王朝开创以后 大概六年以后死亡的 啊 他怎么死亡呢 你知道吧 原庭就叫 嗯 就是之前 在东宫太子的争夺位中 嗯 然后 因为他站在另外一个势力方面 嗯 所以遭到泰宗 嗯 杀掉这样子 嗯 对 所以 但是他朝鲜开创的时候 要跟李成贵 一起开国的 他是开国的工程 但是 这个年代 啊 是就是 臭风问题 嗯 跟李方言 后来的太宗 对立 受到崭型的 那 1398年 他死亡以后 没有人提起 他 非常大的贡献 所以 为了他啊 就是 啊 平反 没有人这样 嗯 建议的 为什么呢 朝鲜时代的士大夫 他们彻底 啊 抛弃 他的缘故 嗯 他什么时候 哦 恢复他的 啊 绝位呢 1865年 这样子的话 他1398年 啊 就是 受到 崭型以后 到底 几年 有几年了 四百多年 哦 四百多年 所以 这个 朝鲜 整个朝鲜时代 嗯 没有人 照顾他的 他朝鲜王朝 快灭亡的时候 才恢复他的 绝位 哦 怎么会这样 曾道成对 开国 这个建立朝鲜王朝 嗯 非常大 有建立非常大的贡献的 但是 朝鲜 时代的人物 完全没有 回顾他的贡献 为什么他们这么彻底抛弃 曾道成 为什么他们那么 崇拜 曾孟周 这里 我们无法找到 呃 他们因为有实际上的贡献差异 而得到的尊敬也差异 到底有什么差异而发生 呃 呃 呃 只好找到的 这个是斯大夫精神 以前 近代以前的知识分子 呃 呃 可以叫做 他们拥有的斯大夫精神 呃 这个斯大夫精神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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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可以在范宗晏的 呃 著作里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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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应该是就是斯大夫需要在 呃 跟平民百姓不一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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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還沒感覺到 現在這個世界有問題嗎 那個時候 斯大夫已經發現 這個天下應該有一點問題 先他第一個很擔心擔憂的 然後現在還可以吧 已經成為非常好的時代 他還沒放心 一直等 真的天下完整完整的 這個好的時代 疑惑感覺快樂這樣子的精神 所以 范仲彥他是什麼樣的人物呢 我們可以參考觀察 對他的定義 可以參考宋史 在這裡他們說什麼呢 美感激論天下事 奮不顧身 一時斯大夫角力上風節 志仲彥唱之 所以後來的斯大夫精神 就是范仲彥他倡導的 有這樣的評價 因為朝鮮時代 中國的宋學 理學也可以說理學 或者在朝鮮研究方面 常常講的用詞的話 柱子學 因為朝鮮王朝建立的時候 開始把柱子學來當官學 然後科技考試的標準答案 也要參考柱子學的著作 所以在朝鮮時代非常流行的 這個唯一的學問 柱子學裡面 斯大夫精神創導者的 范仲彥的這種想法 也朝鮮時代的人 常常把這個想法來當成他們的 這個精神的典範 那麼這個士或士大夫 他們什麼時候 他們能夠扮演的角色 大概什麼時候結束的呢 我們可以參考 吳雲氏先生的說法 這個是視於中國文化 一個吳雲氏先生的著作裡面的內容 說什麼呢 士或士大夫以去不復還 奈而而起的是現代的知識人 那知識人 在士而起宣告了士的傳統結束 這便是本書研究的下限 這個下限的斷代應該化在何時呢 我以為光去31年1905年 科技的廢紙是一個最有象徵意義的年份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個科技考試廢紙的時候 然後士大夫的傳統也在這裡結束呢 我唸完應該是所謂的士大夫這個階層 在科技廢紙後 也真的等著消失了 那轉而取而代之就是所謂的 現在的這種知識人或讀書人 對那他們準備科技考試的時候 逐漸形成士大夫的精神 因為他們準備科技考試的時候看了很多金樹 那個裡面的精神 他們看這些書的時候想法如何呢 他們認為這個裡面應該也有真正的知識 但是裡面也有不好的內容 我要選擇好的 我不要選擇不好的 有這種想法嗎 沒有 他們看金書的時候的想法 這金書裡面的內容都是一個真理 所以我只好把這個內容提會 然後參加科技考試的話可以 他不只為了觀止要當觀看書的 很多人為了修身看書 為什麼呢 金書裡面這樣寫的 所以他們一直認為 金書裡面的內容就是真理 有堅持這樣子的想法 來準備科技考試的時候 自大人能形成的士大夫精神 科技廢紙以後 這個知識分子已經不再那麼認真的看 那麼認真的記住那個金書的內容 所以科技考試還實行的時代的 知識分子跟科技考試結束之後 廢止以後的知識分子的樣貌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語音師先生研究 這個視野與中國文化 這本書這個主題的時候 認為應該科技廢紙的時候 已經不在士大夫 帶之而起的 就是現代的當代的知識分子 所以我們在傳統時代 科技這個考試扮演得非常非常大的角色 我們不能忘記 好 不小心已經講很多 但是這邊還有整理的內容 那廢止科技為何意味著是傳統的結束呢 科技就是形術 近代以前知識分子類型的取材體制 裡面士大夫的素養責任 他們看的書籍 主要是經典 然後也有一些歷史史書 所以他們的素養跟責任 都跟科技考試有關係的 但是廢止科技以後 近代知識分子的類型 應該跟以前科技存在的時候 不一樣的 好 我最後提出一個思考問題一下 那思考問題是 我們剛剛觀察 創業時代跟首層時代 被崇敬的人才不同 創業時代被受歡迎的 就是鄭道傳之類的 首層時代 鄭孟州即在之類的人被崇敗 所以這樣不同 不過我建議各位思考看看 他們創業時代的人才 跟首層時代的人才 他們也有共同點 是嗎 提出這個問題 提供大家思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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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